大家好呀 这里是本泰克 我们的频道呢 主要是为了让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也就在昨天 这个苹果官网发布了 这个最新的这个iPhone16E 这个新的这个小手机啊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个手机到底值不值得买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视频的这个章节啊 首先我会做一个图片的介绍 然后呢 在同时呢 会做一些核心卖点的分析 然后呢 我也会分析一下这个玩手机的一些缺点 然后最后做出一个总结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价格 对吧 这是普通用户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iPhone16E啊 它比iPhone16便宜200美金 而且它这个芯片稍微有点缩水 但总体来说变化不是很大 尺寸也是跟iPhone16基础管是一样的 所以说降低200美金 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出的颜色啊 因为这次主打性价比 所以是官方啊 它这个就是手机生产的时候 为了控制SKU 也是为了降低成本 只选择有两种颜色 一个是黑色 一个是白色 它这次呢 就是提供了 基本上它的功能 跟iPhone16是一致的啊 有什么新的东西呢 唯一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这个iPhone 这个C1的芯片 是iPhone第一代 自研的这个基带芯片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使用了最先进的制程 然后它比较省电 但是第一代基带这东西 至于稳不稳定 还需要看市场的具体表现 我们刚刚那个从这个图上呢 可能我不是特别直观啊 我这边就是更细节的去分析一下 首先呢 这些国内啊 这国行的价格呢 是4499人民币啊 这是国补价格呢 理论啊 是500块 这样的话就会变成3999 这个价格呢 还可以叠加 这个官方的回收价格 所以说呢 在整个市场上 是非常有竞争性的 因为4000价格 4000块的话 基本上在国内市场上 属于就是跟国内的高端机啊 的基础款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这个对他们的杀伤力 还是非常巨大的 这次呢 由于他这个基带芯片 苹果自己设计了 因为苹果在市场 它是能拿到这个最先进的 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产能 所以说他这个芯片的 就是性能比较不错 所以他的续航啊 比iPhone16基础感 还要多4个小时 所以说主要原因 也就是因为这个CE的基带芯片 比较省电 他具体的 他的性能如何 市场 他信号怎么样 稳不稳定 这需要还需要市场去检验 他这个尺寸呢 是6.1寸 而且呢 支持双卡双待 他这个i18的芯片呢 对比标准的i18呢 其实算是mini款 他的CPU是一样的 GPU减少的一个内核 所以说基本上性能 没有太多的缩水啊 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说这个价格性价比啊 对比缩水200美金的话 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这款呢 他没有支持那个凝洞岛 虽然我觉得凝洞岛 也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设计啊 单独挖个洞 洞也挺大的 好像是恢复到原来的这个Face ID的设计啊 其实也是使用之前的原本的物料 其实也没有啊 也是为了节约成本 而且他整机呢 还是支持IP68级别的防水啊 跟其他的iPhone最新的系列也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他这次呢 一个比较 所以说是个基础管的镜头 但是基本上 日常使用 绝对是够用的啊 相机素质也没有缩水 也没有任何缩水 所以还是不错的 他这次呢也是在这个基带芯片里面集成了这个卫星的连接对吧 在美国有这个新链对吧 他运营上已经开始接入了 包括现在在美国这个夏天之前啊 所有手机啊 也是很多可以直接免费的连这个新链直连对吧 去使用网络跟打电话 包括发带芯 他这个是呢 这次虽然这手机有缩水呢 但是Action按钮仍然有保存了 虽然大家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偏暗 因为他之前这个经营按钮啊 大家现在仍然可以自己定义的去设计 去进行一些其他的操作 之前这个触摸拍照按键啊 那个成本特别高 而且其实大家的反馈并不是很好 而且使用起来很复杂 就是直接就给取消掉了 其实对用户没有任何的影响 其实他没有零动挡呢 我觉得也是个没有太大影响的设计 我说确实一个并不算一个减分的设计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他这个是新的 这个C1的芯片对吧 这个芯片其实基带设计 需要跟全球的运营商去不断去沟通 对吧 保证这个信号的在不同的设备上的 在不同地区的稳定性 包括运营商肯定是非常积极去配合 由于苹果是拿到最先进制成的这个产能啊 所以他这个芯片是非常先进的 至于什么时候能跟所有运营商协调好 对吧 我相信苹果有这个能力啊 但他第一代芯片上不一定特别稳定 也不知道这个芯片能不能进行热更新啊 对吧 但是他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芯片 从省电的角度来说 是对性能整体的手机带电续航 进行了有个非常大的提升 我们看一下他的缺点啊 就是第一点 我觉得我打一个问号 说就是这个第一代自研 这个基带信号怎么样 对吧 他这个省电是无用之以的 但是信号才是用户最关心的问题 包括大家的打电话 网络啊 短信啊 还是依靠这个基带 在国内呢 对吧 华为的自研基带 在国内的信号 那绝对是最厉害的 因为很多基础信号 那个基带就是华为的 对吧 然后但是我们来看看 还有点就是 在这个基础款的16E上 他把取消了MagSF 但是我在官网上看了 发现他还是支持7.5W的无线充电 如果是支持MagSF的话 他是支持20W的最快的无线充电 所以但是呢 有走密没有强 对吧 也不是完全阉割掉 所以有还是不错的 但是屏幕呢 对吧 对比这个标准版 对吧 还是略微有些缩水啊 他的普通日常亮度 从这个800尼特 从1000尼特啊 这个降到了800尼特 另外他这个接口呢 其实除了MagSF那个版本之外 基本上还是保持USB2.0 跟其他的16W 其实也没有任何区别 充电呢 仍然是跟其他的其他的旗舰型号也都一样 10W 20W的充电 这一直对比于国产的安卓阵营啊 他这个充电一直是比较诟病的 但是这个目前苹果看来没有任何的计划 在这个技术款上也不可能做出更多的这个改观 所以说我们最后总结来说啊 这款手机啊 从价格还是从性能 还是从这个新的基带芯片的设计上来说 他在市场上是非常有利的竞争者 他不光在中国 包括在全球啊 他都是非常有利的市场的竞争品啊 在安卓的国内 他会受到这个国补的影响 如果补在这个4,000价位段 补500到变到4,000的话 这是非常有利于销售的 对吧 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整个市场经济啊 还是比较波动的 对吧 苹果这个举措呢 当苹果下场还要打价格战的时候 大家都需要瑟瑟发抖 这个所以说 非常能够帮助苹果能够拓展 甚至或者是甚至说保住这个市场份额 对吧 对苹果来说这是非常重要 好 这节目就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点赞评论 关注点亮小铃铛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